好 接下来我们来讲我们的第一个对于序列模型的神经网络 叫做循环神经网络 或者叫做Recurrent New Network 一般简称为RNN 好 就是说我们先回一下 讲这个模型的时候 回一下我们之前的那个浅变量自回归模型是怎么回事 然后呢 这东西我们看一下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地方是用一个这样子的假设 就是说我们砍掉了一些东西 但是剩下一些东西 就是说首先你的X X是跟两个东西相关的 跟你的当前的H 就是XT跟当前的HT 就是我假设我写出来的话 就是假设这是XT的话 那么呢 这个是HT 这个是XT-1 OK 所以呢 XT是跟你的HT和你的XT-1相关 就是说我的概率生成的话是跟这两个东西相关 然后呢 你的HT啊 就T时间那个前边H H是跟你的XT-1和HT-1相关 OK 跟这两个镜头相关 这就是我们的浅变量回归模型 然后呢 我们怎么把这个模型变成RN啊 接下来看就是说怎么样做成RN RN相对来说它的啊 假设稍微更加简单一点 它的假设啊 是说 我有一个观察 X 我有一个影变量啊 我们叫做Hindon variable 我们不叫做Latant variable 我们有解释过Latant和Hindon是什么区别啊 在昨天的QA环节里面啊 说白了一点就是Hindon variable通常是说 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一个东西 但是只是我们没观察到 但是Latant variable呢 可以用来指代现实中不存在的东西 就是人为加上去的东西 比如说类别啊 就是clustering那个东西啊 这种标号啊 这东西可以加上去 虽然我们 但是在我们的神经领域这一块啊 就是说这两个是可以换的啊 就Hindon Latent的 或者钱啊 影啊 都可以换 就是你为了检查其中 就都加影都是没问题的啊 好 我们来看到是说 我们观察到的是X X就是有T啊 然后一样的啊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写成 写一个 我用个黄色吧 XT的话 那么呢 你的影变量啊 影变量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向量 影变量啊 影变量呢 也是有一个HT 然后 啊 啊 然后呢 你根据HT呢 它就能够去生成我的 我的一个输出 就是OT 所以基本上你看到我的输出是怎么输出的啊 我的输出是用的HT 我就在T时间的输出OT 是根据我的HT输出了 HT呢 你不能用XT的东西 就是用的是HT用的是XT-1 所以这个东西啊 我在讲这个具体更新之前 先跟大家讲一下说 这个东西到底在语言模型是怎么用的啊 就这样子大家就是说 不会那么误解 就是说你看我们语言模型的时候 我 我的输入里面 比如说我是你hello world 就是你好逗号世界感叹号的话 那么我的输出是怎么回事啊 输出就是说你 其实我们刚刚在讲数据生成的时候已经讲过去怎么回事了 就是说你在当前时刻啊 零时刻 比如说零时刻输入到你进去 是不需要输出啊 当时 当 就是说当前零时刻输入进去的东西 我需要的输出呢 它其实是做在下一个时刻 就是说看你这个下标都可以怎么说 就是说输入你进去的时候呢 我要输出一个啊 啊 啊 这个地方啊 对啊 那我看一下 我觉得这个地方 我下标有弄错了 我觉得这个地方 我下标有弄错了 这个东西应该是 啊 啊 啊 这个东西 不好意思 我改一下啊 就是说假设我的输出是你的话 那么呢 我会去更新我的影变量 那么我就要 我要去预测好则 接下来我观察到了好 那我去更新我的影变量 再输出下一个逗好 ok 就是说啊 你在啊 你 你其实用的是你的ot是用来match到你的xt的输入 但是在你生成ot的时候呢 你不能看到xt 就你这个东西是 你的输出是要去啊 去预测你当前 就当前时刻的输出是预测当前时刻的观察 但是你的输出发生在观察之前 ok 所以回到我们向上一个模型就是说 假设你这个是 啊 xt ht ot的话 那么呢 啊 我们的 ot是根据ht来输出的 但是ht用的是xt-1的东西 所以这个东西一定要搞清楚 然后呢 我在计算损失的时候 我去比较ot和xt之间的关系计算损失 但是xt是用来更新你的ht使得它落到下一个单元 ok 这就是跟你的 啊 怎么说 跟你的 那个 啊 MLP 就是你的 啊 啊 带一个 就是多层感知机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有个时间走 啊 多层感知机假设你就是 假设你没有时间的关系的话 它就是会回回到一个最简单 MLP的啊 所谓MLP的一个模型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它到底是怎么更新的啊 就到底怎么更新 它本身就是一个MLP了 就是它又怎么呢 就是假设我的ht是一个隐藏状态的话 那么呢 我的sig 我的我的我的fy啊 fy就是一个我的 我的一个激活函数 我的一个激活函数吧 然后激活函数的话 首先我不看这一块啊 我先看这个地方 whx是什么东西 它其实说白了就是那个隐藏的 我们就是 MLP那个隐藏那个weight 那个w 你的x是你的输出 但是你的x是你的输入 但是你的x现在是个t-1 就是我们都加了下标了 就之前我们就是h是等于啊 fy啊 wx 但是都没有这些下标啊 我们现在都加上了下标 就是说ht是由xt-1 乘以一个权重 再加上我的对应的那个偏移 所得到的一个输出 就是隐藏成输出 但是这里不一样的是说 它还ht它不仅跟x相关 还跟前一刻的那个h相关 就是这样子的话 前一刻的ht-1 它也被乘了一个w 这个w我们为了跟这个 跟x的w区分开来 我们写的是h h h就是从h到h h x就是从x到h这个东西 ok所以是说 它有一个wh乘以前一个时刻的隐藏状态 得到当前隐藏状态 假设我去了这个东西啊 就假设没有这个东西的话 说白了就是一个mlp了 对吧 然后呢拿到了隐藏状态的话 就跟 跟mlp一样的可以输出啊 就说这个这个地方 我可能是不需要这个这个 sorry 这个地方我是不需要的这个东西 所以呢 输出还是说 使用你的隐藏状态 乘一个w加上一个bios得到输出 所以 很简单来看就是说 循环神经网络说白了就是 在你的mlp里面再加了一项 使得呢加了一个这 这么一下这个地方 使得它能够跟前一个时间的ht-1发生关系 然后呢 别的东西就是说 你假设你不看一个时间轴的情况下 其实它本质上没区别啊 就是你 这就是一个一个预测 所以 另外一块就是说 我没有去对 x 简模啊 所有的 啊 x 之间的 sequence 信息都存在我的 h 里面 所以呢 啊这个东西 说白了就是用来 核心状态是说 我给你一个你的时候啊 这个 w 说啊 这个给你一个你 你对应的 隐藏状态 我能可以去把它转换到一个到好对应的状态 就是说啊 wh 说白了就是把你的时序信息把你存在里面了 就是说 就是说啊 所有的时序信息都是存在这个地方啊 这这这一个箭头里面啊 所以这个东西它存的就是wh 的东西 所以rn是最简单的rn 是通过wh 来存你的时序信息的 所以跟mlp 比就是 我是用一个额外的wh 来存我的时序信息 就是就这么点区别啊 好 我们这个是我们就这个已经讲过了啊 然后 另外一个是说我们 就怎么样衡量一个语言模型的好坏啊 就我们刚刚也讲过模型什么回事 另外一个是说我们怎么样 通常用什么样的evaluation matrix 所以这个地方其实也挺简单的 就是说你可以认为就是语言模型 说白了就是个分类模型对吧 就是说我去我的输出就是我去判断下一个词 假设我的字典大小是n的话啊 啊我换一个吧就不不不用n吧 就是说用用m的话吧 就用m大小的话呢就是做一个m类的分类问题 每次你预测下一个词是多少 那个词是一个类别对吧 所以呢你是一个分类问题的话 当然我可以用啊加超商啊 我可以用加超商来去做这个事情啊 然后你有n个 现在我是要做n个 要常为n啊 就是说我要做n次预测的话 那么这个n呢我就说 说白了就是我给一个序列的话 我得啊做n次预测 那就做n次分类吧 那我很量一个语言模型好坏 那我就是许个平均嘛 就是n次交叉上的平均 就像这个公式啊 啊这个东西就是啊就是那个 p就是语言模型的预测概率 然后你的x是你的真实值啊 就是说在给定真实值 我的预测概率多少 就是我的softmax那个输出 所谓的这个东西就是我 对于真实值的词的softmax输出是什么东西 然后取个log啊取个负号 就是我们的entropy对吧 就是叫这个就叫什么像 然后呢但是我们做了n个 就是假设sequence长度是n的话 我们的n呢就是之前我们用的t啊 我们现在用了n 然后呢这个东西我们即为pi的话 所谓的就是我们 语言模型就做了一个 你要多长 假设你一个序列长为n的话 就是n次分类 那么我当然可以说 每次分类平均的交叉商 作为我的evaluation 所以这个东西叫做平均交叉商啊 但历史原因呢历史原因NLP啊 它不是用了这个东西 它是用的叫做困惑度 叫做publicity的东西 这publicity这个东西怎么回事呢 它就是做了一个指数在里面 就是说它就是对这个东西啊做个指数来衡量 它呢在就是说为什么这么做呢 我觉得啊一个好处是说你做完指数 做完指数之后啊这个指就显得比较大了 就是说你这个东西是一个很小的指 然后呢你这个东西做个指数之后 这个指就被拉开了 就是说之前说我这个平均交叉商 改进了0.01 这个东西看上去不好看对吧 但是我用困惑度来讲我就就会变成可能变改进了2 看上去更大一点 所以这个数值更大了 所以就是比较容易看出来我那么一点点改进给你带来的好处 啊然后啊第二个是说 就是说你可认为这个东西啊多多少少表示了 你每一次给一个给一个序列我告诉你说我生成了我的下面的预测啊 假设你是等于1的话 假设你这个只等于1的话 我告诉你我告诉你很确信下面这个词一定是谁 假设你这个困惑度是等于2的话 我会告诉你说啊我觉得可能是这两个词直接选一个 这两个词的概率都很高啊 就是说你的困惑度啊就是说代表了你是一个 大概是一个k的话就表示说我每一次预测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个k个词都有可能 啊所以你这个地方呢1就表示完美啊最好的情况就是1 就是说每次告诉你很确信告诉你说啊 这东西就是下个词就是他 无穷那就最差了就是我根本不知道我觉得谁都有可能 ok所以这个东西呢也就是说在直观上更好理解 也就是NLP里面常用的populacity啊 但是你不要把被他吓到了就是我们的 啊那个天天在用的那个loss cross-entrepute loss 然后做个指数就完事了ok 啊这是我们的预言模型常用的衡量的标准 啊另外一个东西呢我们要讲的是一个叫做梯度减裁的东西 嗯我不要跳过去了 哎 啊梯度减裁是什么东西呢就是我们在啊数字稳定性有讲过啊 就是就是说我在迭代的时候我每次要计算t个时间步上的梯度 就我要做这个t啊我每次算的时候我我rn是要做t次 这样是长度是t的话 那么呢我在反向传播的过程中会做ot次的矩阵乘法 会导致数值的不稳定 就是说啊我们在t度包照里面有讲过啊就是你一乘一堆矩阵的话 你要么就很小要么就很大啊很小的话导致训练不动但是炸掉的话就导致你就出错了就是一堆lota number 所以呢这里用的是啊在rn啊经常在用的一个技术叫做t度检查叫gradient clip 就是说这个东西是用来有效的预防t度爆炸的 就这个东西什么意思呢就假设我那个t度的g啊 啊就是这个这个g就是表示我的所有层上的t度啊 那所有的layer上t度全部放在一个像样里面 那不是一层一层的通常啊通常这个g表示所有层的t度啊放在一起 假设我这个g它的长度就是l2long啊超过了θ的话 那我会要把它的l2long就是降回到θ 就说白了就是乘了一个这个东西乘了一个数在这里面 假设你这个东西呢你这个你这个长度少于θθ要么等于5要么等于10 假设你的长度少于啊5的话θ等于5的话 那么我不干什么事情因为这个东西小于等于啊1 那么就是乘1 就是说如果你比它θ大的话 那么这个值就会变得啊 刚刚如果你是g的长度小于θ的话这个东西是大于等于1啊 所以取小的话就得到1 假设这个东西啊 它比θ要大的话 那么这个东西呢它就变成了 小于等于1的一个东西 那么这个me呢就是这个地方就是就就不要它了对吧 就变成了θ乘以这个东西除以它 然后这个东西啊如果你的记者g撇的话 那么g撇的啊要它的long就等于啊θ除以g 然后对标量是可以写出来的啊 这样子的话这个东西消掉 那么它就等于啊θ了 就说如果你这个g它的长度很大 就超过了5或的10 那么这个操作就把你东西拉回到5和10 就是你那面值特别大的话 我就把你压回来就是一个投影操作啊 这样子保证我的啊长度永远不会超过θ 就是说如果你的值正常我就不管你 如果你值太大我就把你拉回来 所以这样子能够有下的避免梯度爆炸 因为你的你的 你就是说你等于θ的话 那你的g里面的每一个值的绝对值都不会超过θ 所以呢就是不会有梯度爆炸的问题 ok我们等会会来给大家实现这个东西来看一看啊 另外一个是说 啊一些更多应用啊 rn怎么做应用 就我们就说啊 最简单的是一个这样子应用状态啊 最简单是一个一对一的 就是说一对一所谓的一对一就是就没有rn了 就是我们最简单的mlp了 就给我一个啊一个样本输出一个label 现在是说我们给你一个序列的话 那我们有这么几种啊情况啊 第一个是文本生成就是给你一个一个开始的词 然后呢去生成一个下一个词 然后把它呢作为一个东西再输给他 然后做下一个词就是一直一直生成下去 啊 第二个是说我给你一个序列就给一个文啊一个句子啊 然后呢每一次每一个时间梯啊进入继续更新我的隐藏状态 在最后的时刻输出就得到我的句子的分类就是文本分类 啊如果是我们做机器啊啊这两个我们都会看到啊文本分类的话 我们会是啊另外一个是问答的话就给一个句子给你一个句子 然后先不输出然后在句子结束的时候开始输出我的答案 就问问答呀或者机器翻译干这个事情啊这个东西我们也会在啊 接下来给大家啊最后一个是tag生成 tag生成所谓的啊这一块就是说啊我给你啊一个句子 你告诉我每一个词啊它是一个什么tag 或者是说你说我这个词是个名词是个动词是个形容词什么东西 就对每一个词都进去输出啊 我们这个东西呢我们在这个课就不会去讲 但实际上没什么本质区别啊就是说跟前面的没什么本质区别 所以我们呢啊这个东西已经讲过了就整个 在就是给mlp嘛就没有失去信息啊 啊我们这个东西呢就是一个这个东西是一个 语言模型的一个文本生成的应用啊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文本分类 然后这个东西呢就是一个机器翻译我们在接下来啊 一个月里面大概是会给大家讲这三个应用是怎么用的 ok啊最后我们总结一下 总结一下就是说啊旋款神迹网络的输出啊它取决于当下的输出和前一个时间的影变量 然后它的影变量呢是用来存好我的历史的信息 以及说影变量里面存好了啊啊和它那个矩阵啊就是那个h和那个wh那个矩阵啊存的是你这个过去的历史信息和下一个历史信息它怎么样转过去 所以呢拿到过去的输入和当前的隐藏状态我就可以去预测当前的输出 因为那个wh是用有硬的啊时序的预测目的啊 然后呢我再根据当前的输入啊再去更新我的隐藏状态可以预测下一个时候的输出 OK这就是那个影变量模型它的主要的一个啊一个一个一个用法 而且RN具体来讲它是一个影变量模型 它告诉你说影变量状态是什么是一个向量 然后它的向量是怎么样去更新的它主要是做这个事情啊就是一个说白了就是一个全连阶层啊 然后在啊应用到语言模型的时候啊它就根据当前的词和之前看过的词啊 预测下一刻那个词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呢在语言模型里面我们啊做困惑度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在衡量它的好坏的时候就是看 它平均每一次预测的时候它的分类的那个cross entropy 然后它的平均值再取一个指数 这个东西叫做困惑度叫做publicity publicity就是基本上很量的说我这个语言模型对下一个词啊有就每一次预测的时候有给你大概平均下来给你多少个候选词 当然是说你候选词越少越好就是说给你一个候选词是最好的啊就是说啊 这个例子你在输入法的时候你输一个拼音过去啊它给你 你出一堆啊出一堆当然是不好的就告诉你说你就输过去就 告诉你的啊比较质量比较高的告诉你说我就给你我就采你下一个是这个东西当然是最好的 所以呢就是困惑度啊虽然它不是一个啊新的东西就是我们的平常用的cross entropy 取个均值再取个指数 但是它是在自然语言处里面它确实有一定的啊意义 就是说就我们说语言模型它给你平均候选词的个数啊 所以我们通常用这个字来衡量好坏啊最后一个我们有讲过就是说啊 rn啊这个东西因为要对ot的时候里面 因为它里面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局限乘法啊就是说 你可以基本上认为是假设一个隐层的话啊长度为t的话 那基本上你就可以变成你可以差不多的把它当成一个啊长度为啊 乘数为t的一个权链这个mlp 这个t录很长啊128呀那就变成了一个128个隐层的一个mlp 它当然会有进度就是说稳数字稳定性的问题啊就是说你有很多局限类层 所以呢RN啊一般来说是需要通过做t度检材的 这样子能使得你的有效的解决你的t度爆炸的问题 当然我们之后会看到说在一些新的网络里面啊比如说LSTM啊就GLU在网络里面 它确实对于t度爆炸会控制的更好一点啊就是说它尽量把你的东西拉回到啊 领一这种或一啊负一这种啊scale里面啊但是呢RN我们没有做任何东西 所以最简单最暴力的操作就是说t度检材 ok这就是我们介绍的第一个神经网络用来处理啊时序序列的啊